今天咱们来到了亚凯迪亚市 来看一个全新的连排别墅 这个地段无敌了 对面就是九九大华超市 然后在他旁边还有商业广场 里面有非常多的餐馆 还有华人的商家 这个房子它里面有日式的榻榻米的房间 还有一个房中的一个庭院 站在他的顶楼上 远处的山还有开阔的景色 一览无余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一进入这个房子 我们首先会看到 它的整体用了非常高档的装修 并且房子里面是配有这种电梯的 整个房子一共是四层 那么第四层就是一个大天台 那么前三层就是一楼是客厅 还有一间卧室 并且有独立的卧室的卫生间 还有一个客位是在外面的 整个一共是四房 五个卫生间 带电梯带天台 带房中的庭院 带外面的侧院 两车位的车库 2400尺 所以它每个房间都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 一楼在楼梯下面设置了这种储物的空间 现在咱们去它的侧院看一下 侧院不大 但是在侧院的尽头 还会有一个客人的停车位 那么当我们回到这个房间之后 往车库的方向走 这里是洗衣机烘干机 还有一个客人的卫生间 也就是半个卫生间 它的镜子都是可以带控制的 可以自动的去调节它的颜色 还有光度 所以它都选用了比较新的一个科技 现在咱们看的是这个标准的两车位的车库 远处是它的Tankless Water Heater 就是热水器给房子提供24小时的热水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它的车库的Master也是装到侧边的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一个设计 现在咱们上到了二楼 咱们会看每个楼层下面都配了这种封闭式的窗 有彩光 这个就是日式的榻榻米的房间 这中间的桌子是可以升起来的 然后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房中的一个庭院 这个房间同样装了这种日式的衣橱 你可以存一些东西 整个房子都是这种木地板的 并且经过了高档的一个升级 再往前走 这里是另外的一间卧室 也是带有独立卫生间的 它这个窗户做得很大 所以采光很好 有更多的阳光可以进来 在这个卫生间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它的浴缸 是放到了洗浴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 另外它这个镜子可以变换颜色 并且调节亮度 包括它的柜子水盆 这些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设计 这里呢是这个卧室的一个衣橱 它里面不是那种像咱们平常看到新房那种简陋的 它这个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日式房间的一个卫生间 同样是带有洗浴的 这每一层都是可以用电梯上下通达的 所以很方便 咱们上了三楼之后呢 这里同样会有一间卧室 然后这里呢是电梯 然后上面是通向四楼的 就是咱们说刚才说的那个大天台 其实你站到这一层 就可以看到很远的一个景色了 还有大片的天空 如果咱们转过来通过这扇窗呢 就可以看到亚凯迪亚这后面的一个山 有时候上面还会有积雪 非常的漂亮 刚才咱们看的一楼一个卧室 二楼两间卧室 然后三楼一间卧室 所以总共它是有四间卧室 四个卫生间 再加上一个客位 再往上面走呢 就是它的这个天台 可以在上面烧烤啊 看风景啊 都是不错的 这样的地段 这样的房子 你喜欢吗 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找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